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我们的社会经历了数字化转型,催生出数字化经济和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已经突映而出,成为抵御新冠病毒的主要防线之一。 成功的故事零零总统,即凸显了信息通信技术的重要作用, 以呈现出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深深的数字化不平衡现象。 在这决定性的一年中,电联将利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团结全世界, 在义务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追求数字化转型。 这将是加强各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战略,实施明智的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增加对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化技能投资的机遇。 并且利用从人工智能到5G的一系列新技术实现我们的服务升级,推动数字经济。 历史的这一时刻,要求我们开展合作并建立伙伴关系, 我向我们的成员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发出呼吁, 在机在立,继续努力,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力量来推进信息社会世界峰会VSYS各个行动方面, 估计电联的联同2030年议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及2021年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的主题, 将未联系者联系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进展, 以确保我们参与的加速速度化转型中不会让任何人掉坠和离线。 我们希望聆听你们的成功故事, 同时也希望了解你们所遇到的挑战和获得的精英教训。 欢迎现在就与国际电联分享, 以便能够在5月17日举办的, 以在充满挑战的时代加速数字化转型为主题的2021年 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社庆祷互动中占有一席之位。 在那之前,祝愿各位健康、平安、坚强。